觀眾朋友晚安 歡迎收看週一到週五 晚間8點鐘的 就是娛樂就是要健康 哇 今天看到一配穿成這樣 一定是覺得我們今天 真的是大有來頭不一樣 因為呢 我們今天呢 平常我們是要做料理給小朋友吃 但是呢 別忘了 其實瘦身健康也很重要 所以今天我們在8點鐘的 這個就是娛樂節目 要帶給大家非常不一樣 重量級禮聘到這個巨星 它是遠從韓國遠渡而來的 而且聽說她一下飛機 就來上我們就是娛樂 這是她第一個宣傳的節目 讓我們來掌聲歡迎 就是亞洲健身女皇 鄭多彥老師 謝謝 老師好 大家好 我是小燕 好 老師請坐 請坐 今天有請到老師來現場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開心 那待會呢 鄭多彥老師 也會帶給大家一連串 她要來宣傳的這個 她的魔法曲線 到底是怎麼樣 能夠練成像老師這樣美魔女 想要簡單問一下老師 老師今年幾歲 我也很期待會 我也很期待會 但是我的年紀 我年紀是66年 所以 台湾年紀是50歲 對 就是老師她也非常高興 可以來到這個節目 妳剛剛不是問老師年紀嗎 對 老師說她是1966年出生的 1966年 今年是2016 2017了 所以是 所以台灣年紀是50 50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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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看不出來 老師保養得好好 而且 我尤其很羨慕老師 她走出來的時候 屁股好翹喔 怎麼會有 什麼男人 一會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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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等一下會教妳她的秘訣 會教大家秘訣 但是今天非常開心 請到鄭多彥老師 我們台灣當然要守住我們的關卡 我們也請來了幾位重量級的貴賓 首先我們要歡迎的是 亞洲舞王羅志祥 尖叫聲 不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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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腳很忙喔 先不要吵我 對不對 不要再吵我了 有多忙 多忙 多忙啊 尖叫聲 尖叫聲 你是要Cue多久啦 我是要Cue亞洲舞王羅志祥 你到底來這邊幹嘛 你不是大飛嗎 你好 我是從韓國來的羅志祥 不要亂講啦 今天你為什麼會來現場 你是什麼羅志祥 你是羅賴爸爸 我是羅時風啊 幹嘛 不是啦 因為我們今天好不容易請到了 從韓國來的鄭多彥老師 所以我們當然要請到台灣 一些厲害的角色啊 你這樣不行啦 我光這樣就好轉 好 你是不是有帶來很厲害的朋友 有 因為你剛剛說天后 對 我當然素人不素贈 我也帶來我天后的好朋友 來喔 最近有一些新聞 有一些新聞 對 大家注意囉 心情不太好 讓我們歡迎小天后 蔡玉玲 什麼字 小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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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點沈玉玲的感覺 你給我插 蔡小潔 我們今天要講的是蔡依林 怎麼會你來現場 你有沒有覺得這樣看完之後 覺得我就是羅志祥 對 我覺得你好多了 對 而且你給我拿這個是什麼鬼東西 他們連麥克風都不給我 對 我跟你講我跟你講 我是蔡依林 為什麼 我還沒有改名之前 我叫蔡依潔 只差一個字而已差不多 三個字應該要差很多 沒有 還有一個共同點 對 我最近也失戀 她最近也失戀 失戀的女人都差不多 對不對 我們只在乎她是不是失戀 對 我們沒有在乎蔡小潔 我也失戀 而且你知道蔡依林 她本人很小隻 妳知道大她兩倍 哪有 妳說話好客氣喔 真的喔 哪有 好啦 歡迎小潔 歡迎小潔 好啦 你要說我們就是娛樂節目 都是來鬧的 接下來 鄭仲為您邀請到這位 真的是重金禮聘 因為你知道呢 你要去上她的有氧課程 真的是非常貴 婆婆媽媽都爭先 要去目睹她的風采 讓我們歡迎的就是 亞洲有氧天王 她是健身房的婆媽殺手 沈玉琳的至親好友 歡迎潘若迪老師 音樂 音樂咧 音樂咧 哇塞 好律動喔 哇塞 這根本叫LA voice 叫我的名 潘若迪 歡迎潘若迪老師 老師好 今天呢 對… 今天呢 你會不會覺得我剛介紹 你第三個titel感覺弱調 人跟鬼還是有殊途的 真的 可以不要把那個沈先生 幫我們放在一起 好 但是因為我們剛看到大飛來 又看到小潔來 覺得好像沒辦法撐其場面 至少你有拿過亞洲頭銜對不對 亞洲 對… 你去領過什麼獎 那一年是剛好去領亞洲 遊王老師的獎 是 對 在香港領的獎 對 了解 一年潘老師來到現場 當然就要帶大家 動詞動詞動詞 動詞 動詞對不對 因為我們亞洲女生 男生最care 我覺得男生女生都很care 譬如說 男生最care就是 小腹永遠瘦不下來 女生就care 就說那個 這個拜拜秀 永遠都瘦不下來 然後呢 女生也care說 為什麼屁股這麼垂 沒錯 你今天一定要用一套標準 然後帶我們練三個部位 好 那個有跟著潘老師的運動的人 大家都知道 老師在書上有教過大家 女人的心防四小 心裡面最需要小的四個地方 肚子 大腿 屁股 手背 對 今天這三樣都包括在這裡面 對不對 好 那今天教大家 怎麼樣說一些手背的動作 然後肚子的動作 跟屁股的動作 對 好 那動作很簡單 平常我們在家裡 我給你一個東西 家裡是不是大家都有一些抹布 對 毛巾 都有抹布 有毛巾 你看我家裡也有 對不對 是不是有一個抹布跟毛巾 對 那這個抹布 今天你記得 動一點點水 讓它沾濕一下 讓它稍微有一點點重量 又比寶特瓶輕一點 對 又比乾毛巾重一點 好 這個東西怎麼做呢 我們這時候站起來一下好不好 對 毛巾先抓起來 因為你手背上已經有重量了 對不對 已經有重量了 我教你做一個上下 手心朝上 一個上去朝下 一個手心朝上 一個手心朝下 對 然後你做一個360度旋轉 我常常跟潘老師 潘老師教過大家 怎麼樣做一些這樣簡單的動作 對不對 這是一個 好 還有一個就是 做一個所謂的前功後鍵 手背伸直 轉一下你的毛巾 你可以往內轉 你也可以往外轉 找你自己喜歡的方式 你那個為什麼那個那麼濕 濕毛巾可不可以佔人嗎 毛巾大概是有一點點水 但是也不用太那個 找那個重量由你自己去決定 好 轉一下 這是第一個動作 乾毛巾我被噴到了 你還噴到後面的 太好了 我們就是要讓大家噴到 那你可以把 不要亂噴好不好 我站外這裡好了 那你就把毛巾的這個 這個長度變短 對 對 我只是要你把手背動作做出來 身體左右邊擺動 這是第一個手背的動作 可以嗎 內轉外轉都OK 好 有沒有問題 第二個動作 記起來我要把你膝蓋抬起來 超過肚臍 膝蓋抬起來超過肚臍 手往下壓 我要你抬一個八拍 也就是 1 2 3 4 5 5 6 7 7 7 8 1 2 3 4 5 6 7 8 OK 這樣的問題 肚子了 還沒開始 手背 肚子 差不多了老師 屁股加什麼心肺 可不可以兩個就好了 不過兩個 你明明就三個地方 我怎麼兩個呢 你打個折嘛 你閃了 OK 好吧 很簡單 打個折是不是 來看一下 好 來 往下蹲的同時 膝蓋不要超過你的腳尖 好 會不會 會 三個往下 好 再來一次我六七一個 我還說 1 & 2 再一次 1 & 2 再一次 1 & 2 再一次 沒問題 膝蓋不要超過腳尖 很好 屁股 好 老師 看我腳趁 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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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這段suite 你看 側邊 手側邊 側邊 我要你 快邊 下原護 再來 來 我們跳一下 左右邊各一個 來 5… 5… 2… 3… 4… 5… 1… 1… 2… 我很爛 不要發火 說好天不走心 不是 你怎麼 你這樣 我要這麼招生 開玩笑 人家都來了 好好跳 好 左右邊跳一下 眼淚有氣色 來 跳 跳 換邊 跳 跳 跳 完次點 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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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邊 好 正中間 跳 跳 跳 再一次 跳 跳 跳 再一次 回來 回來 他講這樣跳就先回家 就這樣回家了對不對 還沒開始 三個動作 好 現在我要增加你一點點心肺 家裡面呢 你可以找一個褲襪 或是一個鬆緊袋 你覺得不錯的 腳呢 比你的肩膀寬多一點點 Open your car 綁在你的腳上 綁起來 其實把袋子綁好你在腳上 這個距離就是你現在腳的距離 自己可以綁 綁在腳上 要打死結嗎 不用 你隨便你只要不要讓它彈開就好 我現在的距離就是你現在腳的距離 可以 可以嗎 可以 綁緊可以嗎 這位太太 可以 要不要我來 這樣子可以嗎 當然可以 好 把你們的毛巾拿好 還要拿毛巾啊 當然 不然 你要拿狼頭也可以啊 那你為什麼要把毛巾放回來嗎老師 對嘛 我可以剛剛放在這裡 因為我們要綁東西 好 記好在你腳的距離 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我們前後前後站 好 可以了 左右擺動 隨性的擺動 是啊 把剛才的三個動作連在一起 好不好 觀眾朋友 準備好了 三個動作連在一起 然後音樂來 我們就準備好了 老師 Music please Here we go Oh yeah Come on 來 大聲一點 Yo what's up Yo what's up Yo what's up 手給我啊 手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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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沒有 還沒有 跟著拍子 Come on 再大聲一點 Here we go 剛才的第一個動作 準備手的速度加快 5 5 6 6 手的速度加快 速度加快 來一次 你還一直甩到臉上欸 往前往 Come on Come on What's up 蔡小潔 我沒看他 你這樣我怎麼操聲啊 What's up Stand by 第二個動作 我膝蓋給我 Push it through for bitches That's right One two three four 換腳再來 快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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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下一個動作 跳跳跳 Let it g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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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地 Come on Once again Let it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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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他慢慢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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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的第一個動作 放手 第一個 再快一點 手再快一點 再快一點 再快一點 對 再快一點 我要綁帶 對 再快 還要再快 你不夠快 我一蓋 我一蓋 第二個動作 膝蓋抬起來 One two three four 換邊 為什麼我們都幹不上開始啊 膝蓋超過肚臍 One two again One two again Here we go Here we go 帥小姐應該跳水修是不是 Here we go Here we go It's how I'm gonna catch a fool I didn't told you what 第四個動作 跳跳跳 Let it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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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 還有 最後一個了 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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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擺個姿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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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n makes some money Money don't make a man But I don't plan But I don't plan But I don't plan 只有想死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這局 Wanna die 不好意思這局我棄權 好累喔 謝謝潘老師 謝謝潘老師 大家要學起來喔好不好 OK OK 謝謝潘老師 回座 好累 這真的很厲害 很厲害耶這套 好厲害 這套好好玩 對… 我們知道說鄭多彥老師 之前引起了台灣一陣旋風 應該是說 引起了亞洲一陣旋風 每個人都一定要看 鄭多彥老師的DVD 然後練這個油洋運動 對不對 但是這一次鄭多彥老師 是不是有帶來新的作品 但是這一次鄭多彥老師 是不是有帶來新的作品 對 但是這一次鄭多彥老師 是不是有帶來新的作品 對 對 他這次的話是想跟我們台灣觀眾朋友們 分享他最新的一個新的體操 來到台灣 這個新的體操 這個叫做鄭多彥的魔法曲線體操 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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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曲線 S曲線是不是 對 這個我聽得懂 我聽到關鍵字S 對 我是想要問一下鄭多彥老師 因為之前她的教學 其實在網路上引起了一陣轟動 所有人都在跟鄭多彥老師要學要跳舞 但是這一次帶來的這個魔法曲線體操 她的特色在哪 跟之前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 對 我的運動就是 積極的體育 基本上 有酸素運動和無酸素運動 結合成為 這次的魔法曲線體操作 有酸素運動 無酸素運動 加上 ストレッチング效果 加上 有酸素運動 對 是說 她之前那個運動 其實主要是 有氧跟無氧結合的 這是之前的 對 但是現在的運動 除了有氧跟無氧之外 還增加了 就是伸展 所以就是更綜合性的 了解 那我想要問一下說 老師那時候是 為什麼一開始 是想要雕塑身材 聽說 因為老師今年50歲 保養得很好 看不出來 但聽說她其實 但是開始跳有氧是 不是說從很小的時候 就開始跳 對不對 為什麼會開始跳 有氧舞蹈呢 我也有兩個兒子 婚姻 肚子 積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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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積 但是她並沒有運動 所以她們開始了 特別的動作 所以她們開始了 對 原來是這樣 大家都懂了 這是什麼 首先就是 老師其實她已經是 兩個小孩的媽媽了 對 然後她生了兩個小孩之後 身體其實就變得比較不好 了解 然後那個體力也變得不好 然後腰也很痛 所以那時候就是需要做一些運動 來拯救她的身體跟身材 所以這是老師 開始做運動的一個契機 是 那我想要問一下老師說 她在教的學生當中 看到大家最大的問題 尤其是亞洲人最大的問題 到底是哪裡 是腹部 還是手臂 還是臀部有問題的 哪一個比較難鍛鍊 東洋人 特別的特徵部位是問題 不是 全體的西洋人比起 長大小 小一點 好 好的 我明白了 我知道 我知道了 我真的知道 她說哪一個地方最難鍛鍊嘛 她剛剛這樣說 她說 對 全部都很難鍛鍊 她說哪一個地方最難鍛鍊嘛 她說她剛剛這樣說 我覺得應該是 全部都很難鍛鍊 不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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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不是 是什麼 這到底是哪裡比較難做 對 屁股 老師說其實就是我們亞洲人的體型 如果跟西方人來做比較的話 亞洲人一般的就是個子會比較小 對不對 所以你只是稍微胖一點 就看起來就很像顆球一樣 對 然後但是如果我們只做肌肉訓練的話 你會只長肌肉 其實你整體的身材的線條還是不好看 所以他這次開發這個新的體操 主要就是照顧我們亞洲人 讓我們的線條可以變得更美更好看 了解 其實我想要跟老師說 我之前也有在跳 就是看著網路上的影片 然後跳老師的鄭多彥 我大概跳30分鐘就死在地上了 因為我實在是快要死掉 那太難了 對 這次有簡單一點點嘛 就是不要 可不可以不要那麼高難度 老師說他今天為了你們 就是有像這樣子的煩惱的各位 他設計了一些很有趣的動作 真的 太棒了 既然是很有趣的動作 我們是不是就請老師 先來幫我們示範一下 因為老師從韓國飛來 我們真的很榮幸 可以來上我們就是魚兒的節目 請老師跟我們分享一下 他這次帶來的最新的 這個運動的一些內容好不好 剛剛膳膊質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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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膳膊質問的 剛剛膳膊質問 剛剛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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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摸 怎麼了 膳膊 膊 屁股 屁股 屁股嗎 因為你剛剛不是提到屁股嗎 對 所以老師說她等一下帶來 體操就是特別針對屁股的 然後你可以感覺到 你也要寫得 太棒了 你知道嗎 我們很多亞洲女生 尤其是生產完的媽媽 都會覺得說屁股越來越垂了 所以你今天這一集 一定要仔細看 因為鄭多彥老師 要在現場要教我們 他最新的這個魔法曲線體操 你看這一集就可以抵掉 那個半年的健身房的課程 對不對 對 那就麻煩老師囉 好嗎 先生 妳們請教一下 YES 好棒喔 對 膀胃運動 現在我學會了一步 現在開始要做就是 屁股的體操 屁股 屁股 對 如果馬上開始做 你們可能會覺得有點難 所以老師 現在要先說明一下 這動作給你們知道 好 韓國的音樂 有名的音樂 對 老師這個的話 它是用韓國有名的音樂 就是跟他音樂搭配 而做的設計動作 然後這個重點就是 你先教一下 你要移動你的屁股 屁股 첫 번째는 왼쪽으로 골반을 1 1 2 1 3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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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1 2 2 1 1 2 1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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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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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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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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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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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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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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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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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是准备的姿势 准备 对 右手先把右手搭在肩膀上 就是你的姿势 然后从左边开始推 1 右 2 and squat 然后蹲 现在稍微转 稍微转 转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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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 拳背后 肩膊 脱舞 Squart 转 xung u xung 飓 转 気 肩膀收紧 右腳往後側方向 然后回来 再深蹲 背 然后反对 然后另一只脚往另一个方向 然后四 四 四 一 二 二 二 三 三 四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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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抹腆 四 三 四 Key Open Open Cross Open Cross Four 然後關起來 Four 接下一個搖擺的深蹲 Come on 老師叫你 搖擺的深蹲 我已經很累了 因為腿已經那麼疲累了 One 你的膝蓋要固定住 你的膝蓋要盡量固定住 不是用膝蓋來移動 是用你的骨盆來移動 Squat 在深蹲的時候 然後像這樣子一般 一邊移動你的屁股跟骨盆 一邊往下 Stop 往下到四的時候 然後在五的時候開始往上 7 Kun 2 右邊 2 我現在不能跟妳講話 3 5 4 5 5起來 4 7 Stop OK 大姐不要隨意在那邊 大飛機還好嗎 我剛剛有稍微跟我爺爺聊一下 反對方的同學 對 這是一個方向 我們還會再換方向 換邊再做一次嗎 還有別的方向 加油 音樂要換方向再做一次嗎 那要不要現在開始跟著音樂 大飛機還好嗎 我剛剛有稍微跟我爺爺聊一下 反對方的同學 對 這是一個方向 我們還會再換方向 換邊再做一次 還有別的 加油 音樂要不要現在開始跟著音樂 OK 音樂 沒問題嗎 1 這麼快 2 剛剛講得不一樣耶 Cross Cross 2 來 Stop 去 去 去 1 2 Cross 腳要Cross 2 1 2 3 2 2 2 3 Runge Squat Cross Cross 3 Ruff Ruff Squat Kick Squat K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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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3 4 Wave squat 1 3 4 5 6 7 8 2 2 3 4 5 6 7 8 反正 2 3 4 10 2 1 2 3 3 4 4 1 2 3 3 1 4 3 1 2 3 3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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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7 8 5 5 5 好耶 好耶 其實滿累的耶 我的天啊 翻譯… 你都沒有在跳 你都沒有在跳 其實很累耶 你們先聊聊天喔 對 你們先聊… 我問老師說 像他這樣的一套動作啊 我們每一天大概要做幾次 然後要持續多久 對 那老師說就是不管再好的運動 你都需要給身體有足夠的休息的時間 所以也不需要每天嘛 你可以隔一天做一次 然後看你自己的身體狀況 了解 好 謝謝老師 很棒 好棒喔 裴現場上到這套葉老師的課真的是 好 請回座… 亞洲健身女皇啊 叫我們大概做一下 已經快要超到不行了 不過呢 因為我們 很多人都說 要動就要吃 要吃就要動 妳要不要闖完再講 妳要不要闖完再講 沒有… 因為我們剛剛健身嘛 當然健身 譬如說潘老師 潘老師健身 但是也吃美食 當然一定要吃 美食也是很重要對不對 對… 所以今天我們節目非常貼心 我們又請到了小鮮肉主廚 Eric師傅 要帶大家吃好吃的料理 歡迎Eric師傅 Eric主廚今天要帶給大家什麼料理 今天要介紹一道就是說 像你們在運動完後 會有很多的 比如說 體力的消耗 可是你們 運動都是為了要什麼 要有肌肉 不是我們運動 是為了要大吃大喝 大吃大喝 剛好 那今天我就用這個 鯛魚來做個吸筋燒 好 今天Eric主廚 我們主要幫他煮的鯛魚吸筋燒 用的是有 鯛魚兩片 薑片少許 綜合生菜100克 金桔一顆 味醂一大匙 白味噌三大匙 米酒一大匙 以及醬油少許 吸筋燒 吸筋燒 對 吸筋燒到底是什麼樣的燒咧 吸筋燒就是 吸筋燒就是一個 用味噌去烤這個白肉魚 對 用味噌去醃漬它 用味噌 對 那我們今天用的是白味噌 那我們等一下呢 把魚肉稍微切片 切片然後我們就要醃漬 那這醃漬的時間要四個小時 要讓它慢慢入味 要不然你只有醃的時候 你可能只有表層有味道 對 它魚肉裡面沒有味道 所以我會建議說 你在運動之前 先把這個醃好 然後它步驟很簡單 醃好後拿出來只要進烤相烤 對 烤個8到10分鐘就好了 可是我們要運動四個小時之後 才可以再吃 對 四個小時人也差不多 人也差不多了吧 首先我們先把這個鯛魚 我們去那個超市買回來的鯛魚 我們把它切開來 稍微的把它這樣子切快 每一塊都一公分左右的厚度 等一下烤的時間才會比較均勻 是 全部把它放在旁邊 我光看這個就很想直接吃 對啊 那我們細心燒烤的時候 我們可以來做這個 就是我在底部我加一些生菜 生菜 所以你看我加了一些健康嘛 所以我加了一些像這個芝麻葉 是 這個叫做彩虹甜菜根 這個很少見 對 這比較少見 對 那吃起來它 跟一般甜菜根都是紅的 大家可能吃起來會怕 然後有時候會覺得說 它會殘留一些紅色的元素 然後這是櫻桃蘿蔔 然後濾捲蔬菜跟這個羅曼芯 所以把它綜合起來做一個蔬菜底 平常我們自己做的話 蔬菜也可以換自己想要放的蔬菜底 對啊 對你想要換什麼蔬菜都可以 那你也可以加入一些小黃瓜 玉米 就是你喜歡吃的 煮筍什麼之類 熱的人不是只喜歡吃這個 他還想加一些 童蒼應該不太適合 童蒼應該不太適合 童蒼可能要煮過 對 因為今天 今天Eric 主廚帶來這些蔬菜 是比較 超市會買得到那種 比較高級的蔬菜 因為芝麻葉平常 並不是非常好買 對 還有那種 而且貴婦的 貴婦百貨 像那個櫻豪蘿蔔的話 也沒有很好買 對 然後我們就先把這個 生菜先把它鋪底 是 那我現在來教大家 怎麼來醃這個鯛魚 怎麼醃什麼醃 我們先把這個白味噌 我們放兩大匙進來 通常味噌有分白味噌跟紅味噌 它的風味其實 跟做的料理也不太一樣對不對 對 那我們通常看我們做什麼料理 那今天這個新招 它就是強調用這個 白味噌來做料理 所以我們今天就單純 用這個白味噌來做料理 白味噌是吃起來 比較甜甜的感覺 對 然後有一點奶奶的感覺 對 然後它發酵時間 比較沒有那麼長 那如果你比較偏 越深色的那個味噌蛋白 它發酵時間比較長 可是它相對的 它也會比較鹹一點點 對 鹹度比較鹹 對 那我們來加入一些 味醂差不多一匙 好 一匙味醂 對 然後少許的醬油 醬油 醬油少許 對 然後這個是米酒 米酒 米酒 米酒多一點好了 如果說你家裡有酒 你也可以加一點清酒 OK 真的假的 加那麼多 威士忌可以加嗎 威士忌不行啦 味道跟這個就比較不搭了 不行啦 保麗達OK 那我們加一些薑 跟這個醬一起 然後等一下來醃這個 這個鯛魚 是 好雕 就把它拌均勻 好香 然後把我們這個鯛魚 把它放下來 所以牛肉也可以囉 牛肉就比較不適合 我跟你講 鯛魚 大飛你都講一些根本就不合的 不行的 對啊 不是啊 鯛魚太貴你買不行 它果然是不擅長做菜 那你果然不太擅長做菜 對 對啊 你鯛魚太貴 如果你真的買不行 你可以到東湖裡面去抓無果魚 可以嗎 無果魚其實也不錯 對 好 就像我們貨一貨 把它煎 煎大概四個小時左右 四個小時我們放它冷藏 好 你看我們把它攪拌好後 是這個樣子 它會比較有一點光澤 會有亮度 那我們這邊呢 因為時間的關係 所有這邊有醃好的 對 所以你會看到說 它的一個顏色 就會比較暗沉一點點 是 這個已經是醃好四個小時的 這個要美白 所以它顏色會比較少按一些 對 會稍微按一些 對 那我們接著我們就把它 擺在我們的烤盤上面 放入烤箱 對 有啊 它不打開就好了嗎 哇太早了 它已經烤好了 對啊 哇 哇 接著我們就把它 擺在我們的烤盤上面 放入烤箱 對 有啊 它不打開就好了嗎 哇太早了 它已經烤好了 對啊 哇 哇 我們就是用 200度的上下火 好 給大家看一下 烤8到10分鐘 是 所以它烤好之後 就是像這樣子 那我這個下面 我加一些這個烘焙紙 就是說它烤的時候 比較不容易沾黏在這個烤盤上面 了解 對 好 其實做法滿簡單的 但是如果你這個要出去買的話 其實價格滿貴 對 如果說你想要補充一些熱量 尤其是好的優質的蛋白質 你都就可以做像這個吸筋燒 對 好 非常簡易 那接下來呢 你要怎麼樣去裝飾它 接下來我們把這個魚肉取出來 好 取出魚肉 對 我們卡奧德魚肉 把它擺在我們這個生菜上面 好漂亮喔 生菜 生菜裡面不用再放一些醬汁嗎 不用再放一些醬汁 如果想要放醬汁可以可以 可以再放一些橄欖油 或是你一些油醋都可以 那建議不要太多的醬汁 因為我們運動完嘛 對 還是吃健康一點 養生一點 是… 把這雕魚全部放上來 哇 什麼超式的 接著我們撒一些這個白芝麻 這感覺很邪操耶 白芝麻 對 白芝麻 增添它一點香氣 跟它一個自然的油脂 那我這裡有準備一些荊棘 好的 荊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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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吃滿多魚肉料 上面都會淋一些酸酸的 對 我們可以擠一些荊棘架上來 哇 好厲害喔 Hungry 為什麼她那個手擠起來 感覺就很厲害 Come on Come on baby 我是想要問一下 鄭多燕老師說 因為這位老師是健身嘛 也是必須要花很多的體力 她平常在吃方面很節制嗎 都選一些什麼樣的食物 大部分 저는 我只要喝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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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樣 燒肉 麻辣鍋都吃 我只要喝水 剛才說過 我只要喝水 我只要喝水 我也是 我只要喝水 我們兩個都餓了 我們就要喝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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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們會經常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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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她們的身材很好 所以很多人都以為 她們只要運動 然後喝水 才能維持這種身材 所以當她在吃飯的時候 被別人看到 她們就說 你怎麼吃那麼多 你可以不要再吃了嗎 可是其實老師吃的並不少 她吃很多 對 但是老師她習慣 是少量多餐 對 就是餓的時候 她就會吃 然後沒有什麼特別的限制 然後剛剛正好在私底下 有跟潘老師有聊一下天 就是她們兩個 其實都是很愛吃的人 都是很多 我一天要六餐 沒有 因為我想 我想說韓國有一些食物 熱量其實也不低 像什麼豆腐器也是很... 熱量感覺很高 老師吃嗎 我常常吃 偶爾會吃 偶爾會吃 你看吧 偶爾會吃 不能常常吃 她就吃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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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就吃四片 要先給她四片 你亂講 不要亂翻 我現在才知道你韓國 原來這麼好 是說主廚做了這麼好吃的東西 她想趕快吃 想趕快吃 想趕快吃 好 沒問題 那能去主廚分給大家吃好不好 好 來 她擺盤好漂亮喔 她擺盤超美 她放讓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要放四十分鐘之後再吃 不用 我馬上就再吃 超美的西雞 鯛魚西筋燒 那就麻煩你分給大家吃一下 那想要問一下小潔 你平常運動完之後 你都吃些什麼 厲害了 她吃昆華什麼都吃了 沒有 我吃的是大家想不到 我吃布拉肥菠菜粥 因為其實運動完不只要吃蛋白質 還要吃蔬菜 還要吃到澱粉類 所以這個料理又可以暖你的胃 暖你的心 然後又可以瘦 我怎麼覺得你吃 我怎麼覺得你吃那道料理 感覺是那種病人在吃的 沒有 因為那個就是剛運動完 不希望自己太狼吞虎厭 所以如果煮個粥的話 會比較慢慢的慢慢的吃 就逼自己慢慢吃 不然我是屬於五分鐘 可以吃完一個便當的類型 就是暴飲暴食 然後又吃得很快 那大飛都吃些什麼運動啊 我會吃一些 要看哪一個週期 如果這個週期正在運動的話 我就會吃很清淡 例如我什麼東西都不假講 然後馬鈴薯蛋沙拉 這個是因為它裡面馬鈴薯 可以補充你的澱粉 然後馬鈴薯的澱粉是好的澱粉 然後沙拉就是補充你其他東西 然後還有健身完之後 我就會喝無糖的豆漿 加九顆蛋 九顆蛋 九顆蛋幹什麼 九顆蛋白 九顆蛋白是OK的嗎 潘老師 九顆蛋白是OK的嗎 其實我跟你說 這個醫學上有根據的調查 就是很多人認為 每天現在吃蛋 我不能吃過兩顆 不能吃過三顆 其實還是沒有這個限定 以你自己個人體能而定 如果你覺得你身體 可以消耗到這麼多熱量的話 你就盡量一次 但是九顆也太誇張了 蛋黃我不吃 我吃蛋白 不一樣嗎 之前我去看減肥科 然後有一個中醫師 規定我一天至少要吃 他說這個才能瘦 醫學上有根據的調查就是 很多人認為說每天現在吃蛋 我不能吃過兩顆 不能吃過三顆 其實還是沒有這個限定 因為你自己個人體能而定 如果你覺得你身體 可以消耗到這麼多熱量的話 你就盡量一次 真的要是九顆也太誇張了 蛋黃我不吃 我吃蛋白 不是一樣嗎 之前我去看減肥科 然後有一個中醫師 規定我一天至少要吃 十二顆的蛋白 他說這個才能瘦 所以我就覺得很無稽 所以你後來有瘦嗎 然後我那個時候 站起來給大家看 對 給大家鑑定一下 不好的吃飯大家不要學喔 我跟你講 美食當前 我們兩個老師今天都在那邊 讓大家分享 那美食當前 你想要怎麼吃 你就要想要怎麼動 你吃多少你就怎麼動 我們是不忌口的 想吃什麼就吃什麼 好不好 這個吸筋燒 鄭多彥老師 是 是 這有兩片 怎麼那麼多片 兩片太好了 對 好 好漂亮喔 老師 好的 咖啡 謝謝 謝謝 對 好 可以吃嗎 這個還有一朵花的 一朵花 來 一朵小花 這聞起來就 好笑喔 對 趕快品嘗看看 這聞起來就是一個很棒的味道 拜託我都忘了說定了 有 有味道很爽口 爽口 很好吃喔 好吃 好吃 而且它的那個味噌 果然是要醃4個小時 是有道理的 因為它那個味噌的味道 完全滲透到 魚肉的最裡面的部分 對 像醃漬這種細心燒的話 你一定要讓它拉長時間 讓它慢慢滲透進去 因為如果你是醃 超過10分或20分鐘的話 只有表面有味道 對 那你吃起來 你沒辦法去把 它這個魚肉本身的甜味 把它帶出來 那整個醬汁跟這個魚肉 融合在一起後 烤出來那個香氣 味噌跟這個味醂的香氣 還有米酒這個酒香 整個融合在一起 再搭配這個蔬菜吃 最後再點綴 像我們剛才加一些荊棘 那荊棘它比較不會那麼酸 所以比較不會那麼的刺激 然後它的果香 又比檸檬來得更濃郁一點 對 了解 還有嗎 而且我覺得啊 去運動完 吃那個烤過的魚 我覺得很有滿足感 對啊 因為如果用一般的烹調方式 魚會比較軟 這個是吃起來很紮實的 所以吃起來會有飽足感 而且我喜歡芝麻耶 那種有一點苦苦的味道 想問一下 鄭多元老師 喜歡這道料理嗎 老師喜歡這道料理嗎 妳來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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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覺得真的 她覺得太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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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想要多一點 她想要多一點 妳來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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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已經都吃完了耶 妳已經都吃完了耶 沒有 老師說這個料理真的很好 它很清淡又很好吃 老師她沒有男 她沒有女朋友啊 有在心裡嗎 臭婆娘 臭婆娘 有在心裡嗎 老師在點頭妳就知道她意思了 好不好 來 換下一位 換下一位 那妳結婚了嗎 她知道要跟小潔兩個人 妳結婚了嗎 是大飛吧 妳剛剛不是說妳失戀嗎 妳剛剛不是說妳失戀了嗎 妳怎麼知道 妳剛剛不是說的 那妳覺得怎麼樣 老師說她介紹這位給妳啦 她比較喜歡老師吧 好啦 不過今天Eric組織帶來這個吸睛燒 大家可以學起來喔 好不好 謝謝Eric老師 謝謝 謝謝Erin老師 謝謝大家 今天我們請到了兩大健身 健身教練 一個是潘老師 一個是從韓國來的鄭多彥老師 真的讓我們上到一課 因為鄭多彥老師 其實她的那一套系統是 可以訓練女生在扭腰擺臀 是比較有女人味一點點的 對 而且看鄭多彥老師跳 是覺得說非常非常想要 像妳的身材 還有外表保養那麼好 是 所以想要問一下 鄭多彥老師說 接下來在台灣 也會有很多宣傳行程嗎 對 好 老師接下來 會參加一些節目宣傳 然後很期待 可以跟更多的觀眾朋友 就是一起開心的運動 好 也希望鄭多彥老師呢 她這次帶來她的全新 魔法曲線體操 希望台灣的觀眾朋友 都可以學起來 謝謝我們韓國來的 鄭多彥老師 謝謝 謝謝 What's up 來 Put your hands up 怎麼又 為什麼又要上 好煩喔 Put your put Put your hands up Put your hands up Push And push your mouth 對喔 對啊